大家好, 这里是Dr. Zhang 继续跟大家温习Physics 这一课 我们仍然停留在Compulsory Part Topic No.1的Heat and Gases 里面 Heat and Gases 今次是第四讲 第四讲是关于Change of State 我们看看第四讲是关于Change of State 以水为例, 最基本是固体、Solid 转去液体、Liquid 再转去气体、Gas 以水为例, 冰、水和气 由Solid 转做Liquid 这个步骤, 转换的过程 我们称为Fusion 而由液体转去气体的过程 当然是boiling 就像煲水一样 这里有两个Change of State 就是两个中间的阶段 由一个转做第二个 最特别的就是需要能量 需要更佳能量 然后才可以转这个状态 因为固体转做液体 作为例子 固体转做液体 要用多些能量 打断那些 Molecule和Molecule之间的Bonding 所以需要更佳能量 所以需要更佳能量 液体转做气体 液体转做气体 液体都是一个Molecule 黏在一起 要用更多能量 令到Molecule 可以飞上天空 彈来彈去 当然需要更佳能量 这些多了的能量 叫什么呢 有两类 第一类叫做Latent Heat of Fusion 就是佛套 溶解 溶解 就是溶解 液体潜在的能量 我们叫它做潜熱 就是由固体 例如冰铸到水 第二就是Latent Heat of Boiling 这些多组的能量就叫做弧痕 用来煲水需要增加的潜在能量 或者潜在的热能 如果我们看一下水的例子 我们煲水的时间计 我们用一烹水加热 当这里是0度,当这里是100度 这个是温度 这个是时间 要一段时间升温升温 升到0度,发觉它停了 通常又继续升温 又停了 又继续升温 即是有两个时间 是水和冰 或者是水和蒸气 互相共存 这个就是 solid liquid mixture 直至到所有的零度 所有的冰变水 才可以继续升温 有冰变水 就不会说 有冰在这里 会继续升温 不会的 所有的冰变水 已经完成了 才可以一直升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温度 如果是降温 如果是降温 又看另一个图 比如说 首先在水蒸气 很热的水蒸气 放在一个雪柜的环境 温度会降低 去到100度 和0度 又是一样 每逢去到100度和0度 它就会停一停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 你给它的能量 要把它转成一个 就是由气体灌造液体 或者由液体转成固体 所以就要有一个时间 这个T 这个大T 就是由气体转造去液体 我们叫做Condensation 然后由液体转造去固体 我们叫做Freezing 就是这样 就会一直降低 在这个情况 它就会释放出能量 这个雪柜 它就会抽出能量 这个就叫做Latent Heat of Condensation 或者Latent Heat of Freezing 所以就 同那个Latent Heat of Fusion 和Boiling 其实就是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 如何计算Latent Heat 其实 计算Latent Heat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就 有一个叫Specific Latent Heat 跟Specific Heat Capacity一样 Specific Latent Heat 就是Latent Heat 我们叫大L 大的L Specific Latent Heat 就是L 那这个跟Latent Heat的关系是什么呢 又跟Specific Heat Capacity一样 就是我们要多少能量 这个能量 Q就是能量 就是Energy 那单位就是 焦耳 就是Energy 就是Energy 要放进去 或者释放出来 需要多少能量 才可以转到那个状态呢 转多少就是 那个Mas 就是Kilogram 或者我们叫它 Q 就等于ML 就是 Energy required to 将一个Kilogram 的 物质 将它转到State 这个就是我们的Specific Latent Heat 那至于水来说 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Specific Latent Heat 水作为一个例子 SXLH 有两个Number 第一个Number 就是Specific Latent Heat of Fusion S LH of Fusion 是多少呢 大家不用记住 不过作为一个参考 就要3.3cm x 10 5次方 这么多的焦耳 才可以将 一个Kilogram 的水 由固体 转成液体 由 液体 转成固体 其实都是一样的 当然有负数 因为它会释放能量出来 根据 Conservation of Energy Fusion 和Fleasing 都是同一个 程度 所以 2.26 x 10 6次方 就是Kilogram 减1 就是要将1kg的气体 或者液体 转成固体 就要2.26 x 10 6次方 这么多的Energy 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Fleasing 和Veverization 是两个不同的数据 千万不要说 转State 就只有一个 不是 看你要做些什么 当然 这个是 计算是 No Energy Loss 即是 不会 有些 Energy 在做这个State 就 偷偷地走出去 当它 全部都是一个 密封状态之下 做的 而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要将 这样计算的话 例如说 如果我想将 水 又是一个example 这个解释 想将水 或者冰 由-4度 转到 去 蒸气 110度 所有的Energy 要多少 那怎么算呢 如果你看到 这样的example 首先 首先 我们要将 冰 层面 Solid 由-4度 升到 0度 先 那 Energy 是怎么算呢 就像刚才那样 Q1 即是第一类的Energy 就等于 C1 就是你的 Specific Heat Capacity 乘 有多重 那些水 然后 将 0度 减 負4度 不用写 負4 这样 这个就是由 負4度 至0度 计算出来 需要的Energy 好了 第二个Energy 就是由 Solid 转做Liquid 就是 转State Energy 就是Q2 当作Q2 为什麽呢 就是 Mass 乘回L1 L1 当作L1 L1 就是 Specific Latent Heat 好了 现在 变成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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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Liquid 0度 要Energy 升到100度 需要多少Energy 就是Q3 就等于 C2 乘M 乘100度 减0度 这个就是 你需要的Energy 将水 由0度 煲滚到100度 到100度 又会转做状态 转状态 就是由Liquid 转做Gas 我当作 需要你的Energy 等于Q4 等于 又将它成Mass 成Latent Heat 超过2 因为 你 转做另外一样 转做气体 所有气体 再将它加热 由100度 到110度 110度 Q5 等于 C3 乘M 由110度 减100度 就是 你需要的 那么多Energy 由-4 到110度 做需要的 Total Energy 是等于 Q1 加Q2 加Q3 加Q4 加Q5 C1 C2 C3 C1 C2 C3 C2 C2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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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C4 C3 C3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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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C5 C6 我們看看分子理論 先看看全錯字 KINE 看看分子理論 究竟是怎樣 像上次所說 如果是水Solid的話 因為 它 有這些叫Bonds 分子和分子之間有Bonds 所以 就是 所以 它需要的 就是 Vibration 好了 這個就是 Solid 就是固體 去到液體的時候 你會發覺 那些 就好像 一堆波子 倒閉 朗下朗下 這個Energy 是包含什麼呢 由這個轉 這個就是 有 Vibration 一定它本身有 震盪 加什麼呢 加動 因為 波子可以 朗來朗下 所以 有 兩類 的 就是 Energy 去到 Gas 氣體的時候 即 又撞牆 那 它的Energy 就大很多 因為 每一個 Molocule 要的Energy 第一 它本身都有 Vibration 但是 它 另外一個 叫做 Large Movement 即 有很大的 動力 能量 所以 在Solid 裡面 Energy 能量 是小的 能量 少 去到 Liquid 能量 就中量 因為它可以動來動去 而去到 氣體 能量 就要極之大 所以 為何我們要增加能量 才可以由固體變液體變電氣體 就是這個原因 既然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從Kinectic theory來看 有些人說 咦 這樣就OK 但是 為何 我 家裡 浪衣 明明 衣服 濕了 浪出去 每一百度 在太陽之後 都會曬乾 原來這個 現象 不是 Boyling 不是 那些 因為 沸騰 而變成 氣體 這個 我們叫做 Eva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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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 雖然 不到一百度 如果水來講 不到一百度 但是都可以 Change of State 我們就叫它 Change of State Below Boiling 那 為何會這樣 我們又從一個分子學來看 如果有些水的話 雖然 下面 那些 是 朗來朗去 但是 在表面 上面 因為上面有機會 就可以跳出來 因為 那些太陽 曬 所以表面 那些 分子 Molecules 就會跳上去 走了 這些分子 走了 我們叫做 Evaporation 即是 蒸走了 另外一個 叫做 Condensation Condensation 很有趣 又不是在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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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氣那些 那些 Gas 為何 大空氣 即是大氣壓 裏面 都有些水分 這些水分 如果天氣突然冷了 即是由很熱的地方 再去冷的地方 這些水分 就會 由氣體 變回 Liquid 變回 水分 即會跌下來 這些就是Condensation 例如說 早上 你看看草地那些 樹形 有些露水 這個叫做 Condensation 即是由一個 氣體 轉回 液體 但又不是在 Balling Point 或者那裡轉 亦不是全部轉 這個原理 跟Evaporation 剛剛相反 即是 某些空氣的 分子 Molecules 因為它 沒有什麼能量 便跌回地下 但又不是全部跌下來 只不過是 有部分的Molecules 就會這樣跌下來 好了 那 究竟Evaporation 是怎樣為之 會蒸得快些 或者蒸得慢些 我們看看Race Evaporation 和Condensation 這個速度 是怎樣看法 首先就是溫度 如果溫度 升高 會怎樣呢 升高溫度 會怎樣呢 以Evaporation來說 速度就會快 Race就會增大 好了 如果你想水分跌下來 跌得多 那溫度升 它便在空氣的水分 增加了能量 所以不會有那麼多Molecules 跌回地下 所以 Condensation來說 變成露水的那些 Race就會降低 如果溫度升高 好了 如果我們增加Surface Area 即是我們將衣服 攤開來曬 不要摺在一起 這樣曬 大家都知道 Surface Area 攤開來曬 即是增加表面面的面積 大家也看到 表面面積大 原子 有多些機會 可以升到上天空 所以如果我們Surface Area 升高的話 我們Evaporation 即是 變造水晶的速度 就會快 但是Condensation 當然 如果Surface Area 大了 Condensation 當然會低 即是相反 最後 就是 關於空氣上的水分 有多少 OK Vapor Density 那水分 就是 在空氣上 有多少 通常 空氣 天文台 空氣的濕度 有多高 Vapor Density 如果Vapor Density 升高 就是濕度 增加 如果我們的濕度 是90度 濕度很高 就是這樣 如果 空氣上的濕度高 代表 空氣上 已經有很多水分 太多水分 所以 Condensation 就會增加 水分 會很快地跌回地 水分 水分 當然 Evaporation 在濕度高 90度 這麼高 濕度 你把衣服拿出去 浪乾的話 一段時間都不會乾 所以 Evaporation 速度就會慢 靠這三件事 就可以看到 Condensation 和Evaporation 的特性 今天到此為止 Condensation